为了庆祝三二九青年节 南加州桥社日前举办文物图片展 以及杰出青年选拔活动 台湾年轻博士郭宜居获奖 并且接受表扬 南加州全桥庆祝三二九青年节文物图片展 以及杰出青年选拔活动 24号在罗散中华会馆举行开幕典礼 当天包括洛杉矶传统桥社 新桥月简寮桥界 以及中华民国驻外单位代表 上百人出席并且参与活动剪彩 看到我们这么多 我们新桥传统桥社的朋友一起来参加 尤其有这么多资料的展示 真的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感动 我想在这个场合里面 我想引用一下 国库纪念歌中间的一句话 我们革命雪如花 想到我们当时青年 投入黄花钢之意 抛头颅洒热血 尤其是那么年轻的生命 为了革命的理想牺牲奋斗 我们现在再回头来回想 真的真的非常的感动 没有这些革命先烈 没有中华民国的存在 也非常谢谢我们传统桥测的朋友 跟我们新校朋友一起为这个目标 为这个当时他们的成绩 他们的理念继续来为支持中华民国 一起来加油一起奋斗 谢谢大家 目前在圣地亚哥加大生物工程系 从事干细胞 心血管研究工作的台湾博士 郭怡君 今年获得华侨救国联合总会 颁发的海外优秀青年荣誉奖 当天并且接受表扬 就是荣幸可以得到这个奖 然后来到这边领这个奖 那也很希望就是新近的就是很多台湾的年轻一辈 可以就是更努力 那更就是积极的去explore这个世界 那其实就是我没有特别优秀 但是就是我周边有非常多就是非常优秀的人 就是可以给我很多就是很好的范例 跟就是参考的模式可以让我就是走到今天 主编单位表示今年青年节图片展 由黄花岗起义国父诞成150周年 钓鱼台文物图片展三个部分内容组成 今年10月还将推出一本非卖刊物 300多页的图文全部展示国父从革命到建国的历史 中网电视采访报导